近些年,有不少明星传出结婚的消息,但各路媒体和网友们最关心的一位,非胡哥莫属了,年过四十,却始终没有恋爱的消息传出 曾经,胡哥定下了40岁前帝结婚的誓言,就在大家以为这个誓言会被打破时,胡哥突然官宣了已婚的女的消息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胡哥的官宣消息 就在一月的最后一天,40岁男星,胡哥发文官宣,开头就是王诈,直接来了一句,我当爸爸了 接下来,胡哥也透露了孩子性别,他有了一个女儿,强调母女平安,向大家报喜,也算是间接承认了有对象 这里也恭喜胡哥终于成功脱单了 胡哥表示,入行整20年,感谢大家陪伴我一起成长,此刻我将和你们共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关于胡哥的妻子,他本人表示,老婆不是公众人物,为了让孩子顺理诞生,喜讯隐而未宣,望大家多多包涵 既然胡哥不希望老婆曝光,我们就默默祝福他们能一直幸福下去 不得不说,胡哥把恋情隐藏的实在是太好了 另外,胡哥官宣生女的消息还不到十分钟,话题阅读量就突破千万 转发,评论,点赞更是飞速增长 网友们在表示震惊的同时,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感慨这位优秀的演员终于找到了归宿 40岁的胡哥已经找到了相伴一生的人 但我们还是会想起那些与他有过感情经历的女星们 胡哥出生于1982年的上海,但胡哥的家庭却并没有那么优越 一家五口,就开始窝居在一个不到30平的房子里 一日三餐也只能清汤寡水 也正是因为生活条件的窘迫,让胡妈历史一定要好好教育儿子 让他以后飞黄腾达,不愁吃喝 在胡妈的严格教育下,胡哥的成绩从来没下过全班的前三名 但孩子就是孩子,长期在高压环境下又怎么能不出问题 上了小学的胡哥就开始渐渐不合群 不愿意和同学说话和玩耍 胡哥妈妈在被连续叫家长后,终于正是起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自此开始给胡哥报了不少艺术兴趣班 特别是少儿播音主持班,来调节孩子紧张的神经 或许胡哥在特长班里释放了平时压抑自我 在播音班的胡哥每天都在大声演讲说话 慢慢恢复了不少自信 后续胡哥又报考了当地的播音艺术团 从几万人中杀出重围 夺得前三的成绩,这也一步步奠定了他主持能力的基础 往后胡哥就学习和艺术特长两手抓 也做到了两手都要硬 2011年胡哥高考 一举高中两大院校 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 胡哥选择了上海戏剧学院 在胡哥大三那年 他开始去唐人影视打零工 结识了不少导演和制作人 公司高层看中了胡哥的能力 直接将他签约了 随后就推荐他去《仙剑奇侠传》 面试个角色 本来胡哥在面试现场只能演个配角 但到了邓家家来面试蜘蛛精的时候 看到站在一旁的胡哥 却直接来了距泥眼李逍遥啊 这句话让导演双耳一动 他细细地打量了胡哥 并让他扮上了李逍遥的装扮 像真像这是导演看后的第一句话 至此胡哥就被敲定为了李逍遥的人选 并且在世系过程中无差错 直接稳定出演 《仙剑奇侠传》播出后 胡哥迅速走红 直接被评为百大经典还原人物 至此走上巅峰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通过袁洪结识了初恋薛佳宁 胡哥不久后就在兄弟的鼓励下 向薛佳宁表了白 两个人度过了一年的甜蜜期 事业也同步上升 就在这时胡哥却突然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 车祸 2006年某高速路发生了严重车祸 由于司机的疲劳驾驶 导致了两伤一死 死去的就是胡哥的助理张勉 而张勉是因为想让胡哥好好休息 才主动换到了受损严重的副驾驶上 也就是说原来的副驾 其实是胡哥 薛佳宁听闻男友车祸后 第一时间放下手头工作 飞奔至医院 开始陪伴胡哥 几天后胡哥醒来 第一句话就是问其他人怎么样 而张勉的死亡让胡哥深受打击 他认为自己拿走了别人的命 自闭了整整一年 薛佳宁了解胡哥的性格 默不作声地陪在他身边 整日为他擦身换药做羹汤 胡哥所属的唐人影视 也没有因此血藏他 不仅继续力捧胡哥 把好资源给他留着 还全权出了医药费 这些默默的爱 让胡哥开始与自己和解 他要带着另一个人的希望活下去 2007年 胡哥再度站在阳光下 但他的身边却没有了薛佳宁 据说二人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胡哥妈妈的强力反对 胡妈不愿意儿子找个娱乐圈的儿媳 薛佳宁也觉得自己大胡哥四岁 而薛佳宁对胡哥的好 他也一直记在心里 并和胡妈进行了抗争 但胡哥妈妈不仅态度强硬 还开始给他张罗相亲对象 这件事被薛佳宁知道后 他就主动离开了胡哥的身边 让胡哥忠孝两全 而胡哥看在胡妈恶化的病情上 终究未挽留 但却买醉了好几页 多年后 他还在节目中表达出对薛佳宁的感激 至此薛佳宁错过了事业的上升期 再也没有红过 也终究未婚 这段感情谁都无可奈何 就这样如烟而去 后来 胡哥参演《旋风十一人》和江书颖相识了 和之前几段感情不同 这次的恋情中 胡哥十分大胆 甚至为江书颖放话 我不想做一人了 2014年6月 《旋风十一人》杀青 所有主演一哄而散 但胡哥和江书颖却依旧没杀青 两个人在微博上频繁互动至年底 还在年底被狗仔拍到了互相喂食 楼下拥吻的视频 最为神秘的是 每当媒体问到二人是否正在恋爱中 江书颖夸赞胡哥美男子 胡哥则说江书颖是自己眼中的女神 谁也不提正事 就这样一直暧昧了下去 结果没几天 胡哥突然在微博上发了酒疯 连发动态信息量巨大 给大家总结为我爱江书颖 但我们分手了 一番言论看得大家云里雾里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胡哥和江书颖的各种亲密视频 其实是江书颖团队和胡哥经纪人 一起拍版制作的 因为《旋风十一人》 是唐人影视出品的电视剧 而这种男女主绯闻的传出 肯定能增加全剧热度 双方都意在双赢 但胡哥唯独被蒙在鼓里 但神奇的是 当晚凌晨胡哥又发文 自己性情了还误会了经纪人 江书颖是个好姑娘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正是关轩与江书颖的恋情 这山路十八弯的剧情走向 真的看得人一愣一愣 但谁也没想到 就在两个月之后 两个人又开始在公众前装陌生人 避谈和对方的恋情 并且江书颖在2015年8月时 正式向媒体承认二人已分手 除了胡哥公开承认的女友 也有不少传言和绯闻中的对象 尽管这些年胡哥并没有公开的恋情 但各种猜测和爆料从未停止过 很早之前就有爆料者声称 胡哥和女演员王小辰已经秘密结婚 并且两人喜提爱女 目前王小辰正在坐月子 这段绯闻传了一年多 迟迟没有消退的意思 当事人王小辰终于坐不住了 亲口回应了此事 面对粉丝的留言 女方开玩笑 我的婚姻就是这么被挡的 咋不说我生猴子呢 据悉 胡哥和王小辰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 两人曾合作过《大好时光》 由此剧中的感情戏比较多 不少观众磕起CP 甚至当起红娘 随后 一些两人恋爱 甚至结婚的绯闻不绝于耳 当事人并没有理会 消息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21年 有网友在王小辰的社交平台上发现 他的照片中小肚子明显突起 似乎是早孕的样子 也有不少网友吃瓜 像是生完孩子后留下的痕迹 一些网友对王小辰的另一半也十分操心 甚至跑到他的留言区询问 本以为谣言止于智者 但事情传得越来越离谱 女方终于坐不住了 这才有了亲自辟谣 除此之外 胡歌和刘亦菲的恋情 当年也是沸沸扬扬的 针对这个消息 胡歌的工作人员否定该消息的真实性 而且还透露 曝光者并非工作人员 完全不知情 如今 胡歌已经结婚生女 不论过去有多少埋藏在心的遗憾 胡歌的心里又是否始终住着一个人 这些我们不得而知 但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也希望胡歌的事业和家庭都能蒸蒸日上 继续为我们带来好的作品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 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